观众朋友为你查破最新的中东局势的消息 双方开火 这是以色列声称 因为他们侦测到真主党即将展开攻击 所以派出了战机先发制人 确定已经轰炸了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 那么随后真主党反击 是从黎巴嫩的南部朝以色列 发射大约200枚的火箭弹 这件事情 以色列的国防部长格朗特已经宣布了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48小时 只刚刚受到最新国际间的战火冲突 远处海面上一艘邮轮 突然变成一团大火球 叶门胡塞武装组织 最新释出周五在红海攻击 挂着希腊国旗邮轮的画面 背景音还能听见圣战士们 高喊打败以色列支持加萨 叶门国内还有上千人 冒雨力挺巴勒斯坦人 此时的以色列 当地北部在同天 还遭黎巴嫩真主党 发射超过40枚火箭炮轰炸 以色列对加萨的攻击 也没有因为胡塞组织与真主党施压有所收敛 北部地区有22人因为空袭丧命 就算是这11%被视为安全的地区 实际上也可能遭轰炸 由于乙军不愿撤出军事缓冲区 停火谈判迟迟没下文 尽管现在传出以军有意减少加萨驻军 但以色列还是不愿同意永久停火 加萨人民的安全依旧没有保障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拼着白色星条徽章的战斗机 在甲板上叙事待发 这是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 搭载的F-35C以及FA-18战斗机 整个打击群部署在美国中央司令部 位在中东的作战区域 不久前 夜门胡塞组织才宣布 他们又在红海区域集成两艘船 美国派出林肯号跟已经部署在中东的罗斯福号 组成双航母战斗群 要对亲伊朗民兵还有伊朗带来威吓作用 林肯号是第一艘部署F-35C 舰载战斗机的美国超级航空母舰 攻击能力也更强 船上还有搭载RIM-7海麻雀飞弹 RIM-116滚体飞弹 防震进程防御系统等装备 另外二海二级核潜艇乔治亚号 以及美国空军的F-22战斗机中队 也被派到当地驻镇 不过美国大动作配置核舰艇却也掀起军事专家讨论 必要时候到底来不来得及协防以色列 8月初伊朗先放话 要在24到48小时内就攻击以色列 根据推测 林肯浩当时应该在关岛附近海域 还得在没有其他任务状态下 才能如期在8月下旬抵达中东 如果真的开打 林肯浩还来得及帮忙吗 另外伊朗会以什么方式 报复以色列还是一团谜 如果中东所有亲伊朗民兵 要和美国与以色列打持久战 后勤不计遗憾 消耗的军事成本 不止美国吃不消 也可能让其他需要美国军舰 护卫的地区出现防御真空 此时以色列还在与真主党纠缠 双方打来打去 吓跑大量游客 黎巴嫩首都 贝鲁特的高级饭店 餐厅高级泳池 几乎空无一人 观光业者说 他们就快撑不下去 更不用说 已经无法住人的加萨地区 周四加萨北部一处民宅 遭以色列空袭炸毁 有十一人不幸罹难 根据CNN报道 包括美国CIA局长在内 各方重要层级谈判代表 周五才会抵达开罗 继续会谈 目前谈判真结 仍卡在 以色列军队是否该撤出缓冲区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 持续炮轰联合国 到现在都没谴责哈马斯作为 而美国则呼吁各方 支持过渡协议 能尽速达成停火 减少无辜百姓的伤亡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连发 从21号凌晨起到白天 先后对以色列 戈兰高地和北部边境 发射超过180枚火箭弹 这部攻击也波及 戈兰高地附近的私人民宅 导致房屋起火燃烧 幸好只有一人受伤 不过就在真主党疯狂 射弹同一天 以色列也锁定黎巴嫩 南部城市西登 炸烂一辆汽车 里头载有巴勒斯坦 巴塔组织的高街干部 而前一天 以色列更轰炸距离边境 有80公里远的真主党弹药库 以色列和真主党看似逼近大战边缘 但老大哥伊朗突然这样说 一次立场软化说 帮哈马斯领袖报酬 可能需要等待很长时间 不过美国方面还是不敢大意 林肯号航母战动群 已经抵达中东高度戒备 同一时间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 还是看不见平火迹象 加萨市又传来巨大的爆炸声 疫苗摧毁眼前这栋房屋 当天还有一所学校遭到攻击 又酿成多人死伤 妇女们在镜头前抱头痛哭 而简陋的医院则是人满为患 南部甘尤尼斯和中部的迪尔巴拉 也不平静 到处都听得见民众非常哭泣声 一些就快走不动的老人 又得徒步撤离逃到西侧的地方 因为这之前 以色列其实才在甘尤尼斯 巡获六具人质遗体 除了一人几天前 可能还活着之外 其他五人研判 已经死亡好几个月 一名美以双重国籍的人质家属 现身民主党全代会 全场高呼这句口号 人质的妈妈还没讲话 已经忍不住在台上泪包 场面看了让人比酸 在这一刻 109个宝质的人物 被哈玛斯在加勒 他们是基督 但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重申 不会撤出位于埃及和加萨之间的废城走廊 就怕哈玛斯随时偷挖地道 起死回生 但人质和加萨人道的问题都至关重要 为了劝说纳坦亚胡妥协 美国总统拜登周三亲自致电沟通 不过目前以哈双方还是有严重的分歧 想达成停火恐怕不太容易 有新闻 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cease亥 孤立 吸烈 engine 患 中